你来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每个人家里面都是一本故事书 对不对 那所以好多人说 我们家如何苦啊 如何苦啊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现在人生过得有多悲苦 就是因为我的什么潜意识里面 造成我的性格怎么样扭曲啊 什么什么这些 但我们今天来听这两位 他们是大小姐出身吗 还是他们是什么 他们也有很多故事 来 我们先问一下 懒懒姐 曹懒 你从小跟家人聚少离多 缘分淡薄 他有特别想问老师说 在命理里面好像有一个跟什么六缘 青缘很薄 他就觉得自己青缘很薄 我们来听他的故事 来说你爸爸是军人 常不在家 妈妈是 我妈妈也算是军人 当年我们那个是义工队 那个时候对 他是海军陆战队 然后有一个义工队 一个是义工队 那我妈妈是在御剧队里面 在左营 那所以他的剧点都在左营 然后呢 比如说那个年代 他可能要去什么 金门啊 什么的 大胆二胆什么 他们都要去绕军演出等等 所以其实小时候 我们几乎都是 没有跟爸爸妈妈一起居住 然后都是我的老爷 也就是我的外公 我的外婆在带我们 然后所以我小时候印象 应该都是跟我的这一些 就是阿姨舅舅们在一起的 这个印象会比较多一点点 那其实 然后所以也常常搬家 对 我虽然我们就是 因为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一直在搬家 那我觉得有可能就是 因为我的老爷 他就是跟着那个国民政府 38年来台湾 然后呢被分配在台东 台中 然后呢可能被分配住在那边 所以我小时候大概两三岁之前 都是住在台中 然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呢后来又搬到了左营 然后我只记得我在左营念了小学一年级 二年级的时候呢 又是搬到了台北 然后呢住在景美 三年级的时候 大概是跟着我爸爸一起住吧 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在大军 又住在一起了 对 那个有一个三军大学 他在那边当老师还是干嘛的吧 所以呢就是那一年三年级的时候 我是住在大直 然后到四年级的时候 我又转到中立 又跟我姥姥他们一起住 念新民国小 然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五六年级的时候 又转回到台北大直国小 又跟我爸爸一起住 就是一直这样 那这样搬来搬去 不会有适应的问题吗 在学校里啊 在家庭里面啊 我觉得后来我觉得这个是 让我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 就是我不管到哪一个环境 我可能都 我都不会害怕 我不会有什么任何陌生感 然后呢 但是也不会 也不会有跟人家刻意的去靠近 那这是缺点啦 就是我变成是说 比较不容易跟很多人去 交心的这件事情 后来爸妈在你国一的时候离婚 对 大概父母也都是巨少离多吧 然后可能又因为我的 我姥姥就是他们带我们 那可能也需要钱啊什么的 其实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是 我姥姥带着我姐妹三个 然后呢 我们到三军大学的门口 说要见我爸爸 赌人 对 说希望能够给我们一些生活费 这样子 然后呢 后来我还记得 那个时候我爸爸好像就是因为你知道很冷淡 然后呢 就说要生活费 因为我姐姐 我记得是我姐姐跟我爸说吧 说生活费需要 还有要缴学费啊什么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爸好像是拿出50块台币 然后那你拿去花 这样 然后可能就是因为 那是50块不够吧 当然不够 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所以呢 就因为诸多的原因啦 所以呢 就是父母就是在我们国一的那一年就离婚 那因为我妈也还在工作 那所以呢 我们三个小孩就继续的 又跟着外婆这边 就我姥姥这边一起住 然后住到我国中毕业吧 然后那个时候 我国中毕业的时候 因为就想说 反正我妈都在左营 还在玉居队里面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那我去跟我妈妈一起住好了 所以呢 当时候我记得要考什么高中 我就也没有在念书干嘛的 就一心一意就想说去跟着我妈妈 然后进入玉居队 然后还学了一年的戏 然后后来到高二的时候 好像是我妈退休还干嘛吧 我们就又搬回来台北 然后搬回来台北之后 我就开始在演艺圈演戏啊 然后就是半工半读 然后早上白天念书 然后晚上拍戏这样子 哇 这真的是以前的照片耶 可是你看这些照片 大概都是我跟我姥姥会比较多 我姥姥 我姥姥 你老爷就是外公 姥姥就是外婆 哪个是你 小的那个矮的那个是我 这个我妹妹还没出生的时候 这时候大家也是住在哪个村子里 这个我记得是在台中 好像叫竹子坑的这个地方吧 这是你跟 对 是我姥姥带着我 然后去好像是一个黄埔军校还是什么 因为我舅舅在念军校 是 对 然后再来好像也是在那个 这个是在左营的老家里面 然后我姥姥还有三个孩子 就我姐妹三个 哦 你是这个 嗯 所以你就会发现 我在找照片的时候 我跟我妈的照片很少耶 都跟我姥姥的照片 对 这里面没看到你妈 哦 嗯 嗯 来 这是你 看得出来 因为我小时候就这么黑咧 是小时候拍照 哦 真的小时候 马那时候左营也黑啊 我们住左营的也黑啊 阿姨 还有你姐妹三个 对 我的小阿姨跟 对 我们三个姐妹 诶 哇 这个是 你记得吗 没有 我刚才说我在找照片 所以我找出张三十年前的照片 我们出去玩 这一张我就不太记得 这个我们 是哦 我们去中横 我们两个人 跟我当时的男朋友 还有一些朋友 我们开着一辆九人吧 对啊 对 我刚才还在聊天 我们认识多少年 我们认识也超过三十年 是啊 看我们多年轻啊 是 哎呀 老照片 好可爱哦 从小就爱表演嘛 你知道小时候 小孩都很可怜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长都要这样 就是知道这个孩子 可能会唱歌 会模仿还什么的 然后只要又有客人来 就说来来来 你唱个陈兰丽 给大家听什么 什么葡萄成熟诗 要不然就学什么姚苏柔 就是他们叫你表演 然后你就会表演 嘶嘶嘶嘶 我的心里乱如麻 就如此类 对啊 邓丽君也是这样出来的 哦 是哦 但是所以爱不爱表演 我觉得可能是有表演的欲望吧 但是只不过就是 没有人去逼迫你的时候 你就不会去主动去表演 所以你后来 曾经在母亲节的时候 安排你们母女四人 对 合拍婚纱照 弥补妈妈心里面的遗憾 是啊 因为我妈妈 她到了年代嘛 就是她的结婚 其实也都是家长在决定的 她就嫁给一个 就是跟自己不认识的人 然后所以呢 她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有拍婚纱照 就是那时候也大概没流行这个吧 然后呢在这个 应该说我二十几岁 我们在演艺圈工作的时候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 开始流行拍那种一大本一大本的 婚纱照的那个专辑的那种 然后所以我就想说趁着母亲节嘛 就是送给妈妈算是一个母亲节的礼物 然后我们就姐妹三个人决定说 就让妈妈就漂漂亮亮的拍了一张 所谓一整本专辑的这一种 那时候每个女生都最大的愿望 就是拍美美的婚纱照一整本 对 我都不知道现在这些照片要干嘛 你知道人万一走的时候 你的照片是要烧还是要干嘛 sorry 不好意思 所以那那是母亲节礼物 那你今年母亲节你们怎么进驻啊 其实就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嘛 就是我们比较就为了危险 所以我妈也不希望我 就台北台东这样子到处跑 那所以呢那我今年我就跟她说 那我会我给你红包啊 我汇钱给你好了 然后我妈你知道老人家都是说 哎呀不用啦 你自己也这么辛苦啊什么的 那我就说 哦好啊不用啊 哦那我就不用会了 就这样挂电话 啊 那他都说不用会了 你知道老人家真的很奇怪 就是你自己心里面是想要 但是你的嘴巴一定都说不要 那请你要知道 那你的小孩就会因为说 你说不要 好啊 那就不要 对 你知道吗 省得麻烦 因为老人家也真的很奇怪 我觉得越老人家都疼孩子 是 呃偶尔回家吃个饭 他一定 就你打电话跟他说 妈 你不要太累 你不要为了我要回家吃饭 你就去菜场买这个弄那个什么的 忙个两三天 然后呢我跟你讲 我不喜欢吃这个那个什么的 可是当回到家的时候 他仍然还是这样摆了一大桌 然后呢 我有一次我就跟我妈说 呃我在外面吃饱了 我有跟你说我在外面吃饱了 我回来不吃了 那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就一口都不吃 看他会怎么办 你很故意 你也不将就他 你也不将就将就他的情感 不是不是 我我们不能够因为为了将就老人家 然后把自己给撑死 是吧 那我 你就是为了让他开心 那我就是 我就是一路这样撑大了 那你一开始不要做 那就大家都开心了 是不是 你后来大了之后 进了演艺圈之后 你就没有跟家里一块住了 你就都自己住了 我在高中毕业之后 然后就自己一个人住 然后就一直到现在 就是跟我妈 我姐 我妹什么的 都几乎很少 可是问题就是一个家人就是这样啊 就是大家有困难的时候 一定会彼此帮助 然后就自己在到日本去念书 其实自己也曾经遇到困难过 然后那个时候家人也都是二话不说 然后就能拿出多少 就拿多少来帮助自己 那我觉得这个 哇 你去日本念书的时候有得过家里的赞助 那当然啊 你去日本念书的时候可是大明星 你没带巨款去啊 其实也没有巨款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带跟我一样的命吗 就是你好不容易可能存超过一百万 超过两百万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时候通常一定都会有 家人其中某一位 就会有一个大笔资金的需求 那所以呢 其实就 我始终都不是一个有身怀巨款 或者是小富婆 我始终都没有到那个阶级 那只不过我是觉得说 因为太久都没有跟家人住在一起 那所以呢这个造成了比如说 饮食习惯 生活习惯 其实许多地方都不一样 那既然如此 就是为了彼此的和谐 那所以呢就是能够分开住或少联络 那我觉得对于大家都是一个好处 陶兰活得也很自在 他还有他的原理 他说我说 我过年不好意思 我本来去台东要看你的 就我们还是比较假 你知道吗 他说刚好碰到下雨天 但是我又怕去 我去那边我带两个狗 你的狗会不会咬死我 他说会 他说你过年前很忙 那意思就是说也不用太假 你不用特别去看他 那没错 没有 因为有的时候其实真的很怕 就是有的时候朋友来 然后人家出来玩都是兴趣勃勃吧 然后可能就快到我们家门口 我在你家附近啊 所以咧 你要来吗 先不要好了 我在除草 就是要不然你来了 朋友来了之后 你自己要放弃很多自己 原来在做的事情 是 那我可能今天不除草 过两天要下雨了 那就害得我没有办法除草了 那所以呢 有的时候我反而会跟朋友说 哦 是哦 你刚好在我家附近 我跟你讲我不在家 我在台北 你在台北 你要不去看他 你要不早早就约好 他欢迎你去你再去 你要不然你也不必特别刻意 跑到台东 哎呀 我来台东来看你 然后你会期待说他一个 好欢迎你啊 好久不见 没有这回事 不可能 我不在 真的不可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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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